大家好,我是Stan 最近开设服饰网店的歌手Kim Jong-woo 引起了高价正义 9月14号 Kim Jong-woo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社群中宣布 为了减少穿衣烦恼 我制作了自己的衣服 我按照我平时的感觉来设计 这是一种穿起来非常舒适的衣服 因为是我经常要穿的衣服 所以我花了很多心思 我将会以限定数量出售 对,Kim Jong-woo最近开设了一个服饰购物网站 目前正在出售短袖T恤和无袖上衣 商品种类还不太多 而在设计方面是走简单没有特别花样的风格 但是在网站公开 网友们发现商品定价在4万韩元左右后 就在几个论坛引起了高价正义 部分网友们表示 Kim Jong-woo在影片中多次强调过价格便宜 这真的是便宜的价格吗 可能Kim Jong-woo是意识到了这些正义 之后他通过YouTube社群表示 我想真诚的告诉大家 这不是只在T恤上印了个字的那种感觉 我制作它时有非常认真对待 我对布料的要求很高 所以付出了很多心思 在价格方面 我经过多方询问后 做出了合理的决定 如果我在影片中的言论给大家造成了误解 我深感抱歉 我对这个领域不太了解 希望大家能够宽容理解 一张4万韩元的T恤 有人会觉得贵 有人会觉得便宜 但是一年制作的限定商品 基本上就有了周边商品的感觉 而且又是Kim Jong-woo 我个人是认为 这价格应该不算贵 购买的人会因为是买到自己喜欢的 艺人制作的衣服 所以会有心理上的满足感 又不是十几万 一般品牌的T恤都是两三万 这有什么好贵的 不是Kim Jong-woo粉丝的话 觉得贵才正成吧 只要他自己没说很便宜 就不会有什么争议了 这就算是Kim Jong-woo的周边了不是吗 应该只有没买过 IDOL周边的人才会骂吧 看来是那些绝对不会买衣服的家伙们 集体过去留言捣蛋了 又没有人拿枪逼着你买 嫌贵就不要买呀 总之虽然是有了这个争议 Kim Jong-woo的衣服还是迅速受光 并且Kim Jong-woo宣布 会将收益全额捐款 果然是好男人 黑粉酸民们 你们要不要捐手指出去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SM绝对不会放走的歌手 一位网友上传的 SM绝对不会放走的歌手 收到了网友们的大力赞同 这位歌手就是 NCT Mark 1999年出生 2012年进入SM的Mark 在2016年出道后 以NCT NC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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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活跃的在活动中 而Mark是加拿大国籍 不需要当兵 所以不会有军白器 而且英文没问题 所以海外活动也没问题 甚至实力也很好 所以适合各种风格的歌 最重要的是 出道都八年次了 现在才24岁 哇 看标题就猜是Mark了 各方面实力都太好了 听NCT歌曲的话 几乎没有没有Mark的歌 真的太努力了 Mark已经背了多少歌跟舞蹈呢 Mark是努力的接经体 每次都是非常闪亮的眼神 就算泪也不会显露 年纪还这么小 就这么值得依靠 希望能更大方 要给Mark理事职位 都做这种程度了 应该要给到 所以 SM绝对不会放走的歌手Mark 大家同意吗 告诉 bung Kollegen 优优独了 都țов高ammen 在歌手伍 对 听优独了 好 tin 优独了 对 hands Chong